佛教对于现实人生的前途是悲观的吗 凡是正信的佛教徒对于这个问题 他会坚决地回答一个不字 因为佛教相信 再过一个相当长远的时间 大约是在五十六亿年之后 一定是在地球尚未毁灭之前 那时候另有一位佛陀在人间出现 成为弥勒世尊 那时的人间 道德的建设物质的建设 使得地球成为安乐的 庄严的美化的 清净的 平整的 统一的 自由的 善良的 互住的 不论是在交通 住宅 衣服 饮食 持招 园林 果木 花卉 娱乐 教育 文化等方面 都已健全了 丰富了 美化了 进化了 那时的人体高大 寿命绵长 相貌端严 精力充沛 世界是统一的 语文是统一的 思想也是统一的 全世界的人 就像兄弟一样 生活在康乐之中 那时的人类 除了上有 寒 热 饥 渴 大便 小便 淫欲 饮食 及老死的感受之外 那几乎 是想西方的极乐世界 已经迁移到了地球的人间 佛教相信 必将来临 为了迎接那个伟大而光明的时代的来临 预先从事于人间社会的各项建设 那是正信佛教应有的责任